讲义117页第八题 117页第八题 谦绪电池放电的时候 反应式叫做PB加PBO2 变成两个S2SO4 还有两个硫酸钳跟两个水 各位这个可以不讲给你哦 这个反应式可以不写给你 我可以就是说 同学请教你 今天硫酸钳 硫酸钳尺在放电的时候 就这样一句话带过去 这个反应式是可以不写的 因为同学自己要记起来 所以考试可以说 同学今天硫酸钳尺放电 就这样 放电之后阳极增加48克 他说养极增加了48克 首先要请教各位同学的是 谁是养极 养极在做什么事 养化 养极是不是养化 养化的人养化数怎么样 上升 养极养化养化数上升 请问你谁的养化数上升 检查一下 养本来是零 养化养是正四 大家都变成硫酸签的正二 是不是如此 那你看一下 零变成正二 正四变成正二 是哪一个人 是不是PB 对吧 所以他是养极 写起来 他是阴极 养极养化阴极还原 别忘了 所以他说养极增加了48克 那养极的部分是这样子 就养极而言 他从什么花哥变成什么花哥 就养极而言 是不是从PB变成PB SO4 是不是如此 对吧 那我们上次讲过了 两莫尔的电子转移 会造成 他有96克的增加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那今天要请教各位同学的是 那今天有多少 莫尔的电子转移 他会变化 48克 题目说的增加 48克 所以框框等于多少 框框等于一莫尔电子转 如此一来就有答案了 他要问你电解液 电解液羊奶粉 快点看一下 电解液的部分含有 硫酸 and 水 那硫酸会变 多还是少 硫酸会变少 水会变 多 感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硫酸的部分 H2SO4 本来两莫尔的电子过来转移的时候 硫酸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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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酸会减少这么多 对吧 硫酸会减少两莫尔 好 那今天只有一莫尔电子转移 請問你,硫酸會減少,是不是要有這麼多? 是不是如此? 對吧? 好,再來,水水呢? 水水,快點! 本來2mol的電子轉移,水會增加2mol,2乘以18 However,今天只有1mol的電子轉移 所以水是不是只會減少1乘以18克? 增加 好,來,那所以,求答案了 求答案了,一個人減少98,一個人增加8 做生意,賺了18塊,賠了98塊 最終 多少 賠80 最終賠80 所以答案叫做減少80克 會不會太快? 應該OK吧? 輕輕鬆鬆,對不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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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拔倒 因為無私燈太耗電 它的整個能量的轉化率好像 我如果沒記錯好像不到60% 能量轉化率 就你把電能放進去 它轉成光能的轉化率好像不到60% 太耗電 現在都用什麼 發光二極 是什麼東西 LED 我告訴你喔 憲哥在做的 我告訴你喔 好好去把LED給讀懂 LED在你出社會之後 會變成隨手可得的東西 可能還會再研發成下一個 世代的產品 我有一個朋友 他老闆手上握有一個LED的技術 然後他做什麼事情 他做那個 你知道讀DVD有一個雷射頭嗎 那個雷射頭他就用發光二極體 就是LED去做 那你的光線打下去打到DVD之後 他是不是還會有光線射回來 他再做一個接收器 Receptor 就做這兩個 他們公司就做到股票上市 股票上市啊 然後做完之後就算了 他還做成那個網路訊號 網路是用光纖嘛 那光纖是不是要有一個訊號源 打出來 他們公司就做了 你們家用的網路就是他們家公司打出來的訊號 這就算了 他們還做什麼 他們還做那個 Xbox 360 不是有一個Keynate嗎 Keynate 有一隻細細的在那桿子 體桿遊戲 那個 那個東西是不是要把光線 你看不到的光線打出來 然後照到你身體 然後再回去 再接收 那也是他們公司做的 他還偷偷跟我講 他還偷偷跟我講 像迷你人二綠要出二代 你說Xbox 720 應該是吧 Xbox 360 可能是Xbox 360 然後出於96500 等於安培 96500啊 廢錯了 然後那個他打電動之前 他要問你 請問你一安培的電流流一小時 好煩喔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連續電池的部分 我們第三大點還第四大點 第幾大點 4號 連續電池 這個機型的名字 可以理可以不理 這個機型的名字 可以理可以不理 講 我是用筆記來抄 我是用筆記 在講義的話 是第六點 沒錯 那這一顆叫做 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的話 它的成分有哪些呢 氫氣 氧氣 搶檢 搶檢 KWF是搶檢喔 電極棒是用這個 PT 喔在期貨市場裡面 PT比黃金還貴耶 PT怎麼會比較貴 黃金應該比較珍貴才對阿 好 我就覺得它是開採的供需原則 白金 好 看一下它的半反應以及全反應式 半反應及全反應式 世界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美麗喔 如果你沒有一劲之長 你很容易被世界裡淘汰 所以各位同學千萬要努力知道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正負極的部分 會有什麼樣子 負極放哪一顆氣體 正負極放哪一顆氣體 會有什麼反應 然後最後變成全反應 一樣啊 照慣例最難的我來喔 全反應叫做H2加O2變H2O 對對對 照慣例都是如此的 對吧 特別是平衡也很難 所以也是由我來 好那半反應就給你了 開始吧 氫氣加氧氣要變成水 哪一個氣體會放在負極 哪一個氣體會放在正直 其實很簡單喔 成分 成分 我們講過了負極 陽極 電池在放電的時候 正極是陰極 所以你注意看一下 零 零 零 正一 負二 這是他們的氧化數 那你幫我看一下 誰在氧化 誰在還原 氫 零變成正一 叫做氧化數上升 氧化 所以氫氣放在 這邊 氧氣的時候 零變成負二 氧化數下降 還原 所以氧氣放下面 會不會還快到目前為止 會不會 應該還好吧 輕輕鬆鬆吧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看一下 大家反應完都要變成水水 那H2 它自己會變成水嗎 不可能 它必須加什麼東西 你注意看 這一個人叫做強電解質 強電解質 必定會百分之一百的 把他身上所有的粒子 做解離的動作 他一定會讓他身上的粒子 做一個解離的動作 這個時候誰可以拿來用 輕掌根 輕掌根馬上拿出來用 讓他生成H2O 狀態避險 順便平衡一下 二 二 好 原子平衡完了 還有什麼東西沒平衡到 電荷 對不對 左邊是帶 負二 右邊也必須帶 負二 然後誰出來救援 電子 所以這個電子會轉移給誰 這個電子會轉移到正極去 沒錯 這個電子會轉移到正極去 那到最後他們也要產生 O2 O2 O2加兩個電子之後 目前 左邊有帶兩個負電對不對 那右邊也要怎麼樣 右邊是不是要帶兩個負電 那兩個負電用誰來平衡 OH 那右邊有H 左邊沒有H怎麼辦 拿誰出來做原子平衡 H2O 平衡一下嗎 平衡一下 1 1 1 結束了 好 那我們要對係數做一點調整 同學注意看 我們最後的目標方程式 全反應式 是長這個樣子 那 特別是在氫的係數是2 氧的係數是1 水的係數是2 所以我們氫的係數如果是2的話 我們這邊全部都乘以2倍 2 4 4 4 方程式係數不要用分數 所以這邊也全部乘以2 1 4 2 4 好 兩者相加的時候 都出現過的 左邊出現 右邊出現 可約分 左邊出現 右邊出現可約分 電子也可以約分掉 水的部分比較有趣喔 氫跟氧沒有問題 水的部分比較有趣 箭頭的左邊有幾個水 2個 鏡頭的右邊 4個 那約分完勝 2個 輕輕鬆鬆 有沒有問題 沒有吧 最好 是 沒有問題 是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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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問題 是 一般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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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三顆電池可以烤了 乾電池 千絮電池 燃料電池 三顆太棒了 我剛來的時候同學都問的 乾電池正極的材料是什麼東西 碳棒 記住正極的材料是碳棒 正極在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還原 正極是因極嘛對不對 在還原嘛 在還原的人叫什麼劑 那請問你正極的氧化劑是誰 是不是碳棒 正極材料是碳棒 那氧化劑是碳棒嗎 不然是誰 MN O 2 可以嗎 二氧化劑 OK 那負極就沒有問題了 負極是心殼嘛對不對 那也是心嘛 沒有問題 好 我們再往下看 燃料電池 有一個補充 在第七大點 那補充之前我們再討論一下 燃料電池有什麼缺點 優點就是零污染嘛 缺點一堆 缺點會靠 缺點會靠 缺點第一個 造價貴 因為有用薄 第二個 他的腐蝕性強 因為有KMH 第三個 三項轉化困難 好 什麼是三項轉化困難 注意看喔 預備 開始 氣態 氣態 然後 KOH是水溶液態 電極是固態 固液氣都有了 你到底要怎樣 聽懂我意思嗎 你要嘛就全部都氣 你要嘛就全部都固體 要嘛就全部都液體 那你固液氣都有 不就是 條鋼來亂呢 他很固液 他很固液喔 固液氣 對啊奇怪了你 好 確定還有一個 電壓低 電壓低 他每一組大概只有1.0伏特而已 這你要用的話 你要怎麼辦 用的話你要一直 串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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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临的 好,第七點,還有一個燃料電池 這邊蠻用心的幫你再補充另外一種燃料電池 講義的第七大點 講義補充的第七大點,燃料電池,它那個中間沒有電解液,電解液是質子交換膜 質子交換膜 那你把這個地方導入氫氣,這個地方導入氧氣 一個地方導入氫氣,一個地方導入氧氣,中間是可以交換質子的 中間那個膜可以交換質子的一個通道 所以陽極跟陰極的半反應分別為何 陽極在做什麼事? 陽極做什麼事啊,各位 陽極做什麼事? 氧化,陰極做什麼事? 還原,所以我們如果從全反應式來判斷的話 同學可以瞬間的把陰陽極的人給決定出來 全反應式一樣,最難裸來 H2加O2變H2O 那你偷偷偷的幫我檢查一下 到底誰氧化,誰還原 零零? 正一負二 誰氧化? 氫氣氧化? 氧氣還原 那唯一的不同在这边 它直接变成两个H振 氢气变成两个氢离子 然后游过来 游过来之后 O2就会跟两个氢离子结合 生成水 原子平衡 电荷平衡一下 下面那个方程式电荷平衡一下 再加两个电子 上面这边也是电荷平衡 电子转移下去了 对对对 就游过去 从那个电板旁边就游过去 那一样哦 因为我们最后平衡完的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对系数做一点调整 系数的调整 预备开始 7 乘以2 分数我们不要 我们都要整数 1 4 4 2 哈 中间那个就是只让H正通过 他去选择让他通过的例子 这个就是咱们的直子交换膜 这样你就可以少掉什么东西了 你就可以少掉KOH了 你懂我意思吗 东西越少越好啊 但是最贵就贵在什么 贵在那个膜 这个膜超贵的 这只交换 多少 就看他的 转化率啰 我就知道一定不便宜好不好 多少钱很难回答 Amy 去雅固拍购查一下 什么东西 什么都有什么卖 什么都不奇怪 呀呼 快点 下了吗 好下降哦 我們來改一下獎益有一些錯誤 第五大點那邊錯最多 翻回第五大點那邊 那邊錯一堆喔 我要念給你了 講義的第五大點我們現在超到第七嗎 看到第五 二次電子又稱為可充電的電池沒有問題 謙虛電池充電 就是在講電解 電解就是把電能變成化學能這些都沒有問題 電解液的組成吸流酸也沒有錯 負極的電極材料是Pb 後面幫他加一個Pbso4 負極的電極材料是Pb 然後購點Pbso4兩個都可以 Pb跟Pbso4充電的時候 但老師覺得主要是Pb Pb的導電性會比Pbso4來的好很多 後面那個還原機把他槓掉寫氧化劑才對 負極是氧化劑 負極這個時候電子導入了在做還原的動作 所以他應該是氧化劑 負極在還原 所以應該是在當作氧化劑 氧化劑寫Pbso4 正極的部分 正極的電極材料 PbO2 購點Pbso4 因為充電的時候 在Pb跟PbO2的身上都會有Pbso4 放電的時候產生的 後面還原劑的 後面氧化劑的氧化把它槓掉 然後寫還原劑 還原劑是誰? Pbso4 知道我在幹嘛嗎? 不知道 不知道問同學 最後一行 電解液 電解液應該是增加兩莫爾的硫酸 然後增加196克 寫錯字了 括號裡面的減 馬拉桿子加 減少兩莫爾的水 減少36克才對 不是生36克 減少36克 OK 這大概是 跟你看悟一下 沒有問題到獎益的第八點 對 下一張 第八點 電解水 電解水 蛤? 離電池要交 先把這個講完 好吧 同學想要聽離電池 那我們就先來玩離電池好了 講離電池之前 我先來跟你聊一顆電池 叫做 剛剛講的是第四大點 第五大點 涅氫電池 涅氫電池 是一種可充電電池 講一下這個電池的歷史 可充電的電池 但是涅氫電池會有一個東西 叫做記憶效應 涅氫電池 早期的充電電池很好玩 電池是這樣嗎 對不對 那你一開始把它充到保 一開始把它充到保 充... 充到保 好 然後你開始做使用 你使用的時候這樣 電量會下降 使用的時候... 欸怎麼整個都壞掉了 你使用的時候電量會下降 好酷喔 好酷喔 開什麼玩笑 連電池都被消耗 是啊 所以你說新殼會破掉 你不相信 好如果你沒有 你沒有把它用完 你就充電的話 沒有用完就充電 充電 然後充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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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充保 沒有充保的話 那個地方就不能用了 真的 你沒有充保的話 那個上面那邊就不能用 一開始嗎 之後也是 然後再來 你又用掉電 你又沒有用完 再充 沒有用完再充 充 充上去 充到一半 你又不充了 到出門來不及了 又不充了 結果呢 你不充的話 它就不能用了 沒有用到的地方就不能用了 所以到最後 你可以用的 那個電量就會越來越少 那後來那個電池就壞掉了 裂氫電池 最早之前的裂氫電池 超級鳥的 所以以前還賣一種東西 叫做放電器 你用不完怎麼辦 很簡單 裝到那個放電器裡面 那個放電器會幫你把電池的電池用光 然後充電一定要充到保 所以以前有的東西叫做快充 快速充電器 你電池放進去可能要充三個小時 兩個小時 然後放電器充15分鐘 然後你拿的時候 那個裂氫電池拿在手上 超級霹靂無敵 燙 很可怕喔 很可怕 蛤 我剛剛不是講完了 我剛剛不是講完了 就會讓它的充電的 充電的那個地方就會變少 所以後來就有第二代的充電電池出現 就是鋁電池 對鋁電池 就是我們現在在用的 你現在把手機殼打開來 然後看裡面的電池 它會寫一個LI I-O-N 鋁離子的電池 同學可以看到講義118頁 講義118頁 那個我都不操喔 因為 它的反應是不是那麼的重要 所以來看一下 118頁右上角 陽極的部分 陽極的負極沒有問題 是說含鋁金屬的石墨 鋁金屬化起來 石墨化起來 鋁極的部分是鋁的氧化物 氧化物圈起來 氧化物就是它的活性比較小 電解質過濾酸鋁的有機溶液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反應是 入口一下就好 電壓3.7 稍微記一下 優點打鋁 優點B好 電壓高且穩定 高圈起來 穩定圈起來 第二個 能量密度高 能量密度圈起來 下面有解釋給你聽 第三個沒有記憶效應 沒有記憶效應 化底線 看立體9 既然都講完 就把屏幕也講一講 立體9 鋁電池的敘速回合正確 A為二次電池打勾 O可以充電的 B放電的時候 陽極發生氧化 陽極是什麼 陽極氧化沒有問題 C選項 電壓比勒克朗色高 C撇掉寫高 豬有明顯的記憶效應錯 E選項 鋁鹽的水溶液錯 有機容易 很無聊 如果問題的話 翻過來我們來做燃料電池的題目 119頁立體石 119立體石 氫氧電池污染很小 常用於太空船的供電 減性的氫氧燃料電池 敘速合得正確 好 你看 全部都屁話 可以直接從選項看起 A選項 燃料電池可以直接將化學能轉換成電能 沒錯 這就是電池在做的事 打勾 B 覆蓋鏈或者是白金的多孔性板 錯錯錯錯錯錯 多孔性不是鋁板 碳板 多孔性的碳板 鋁打擦改碳板 C 放電的時候 OH濃度是減減 不是減增 電解液濃度減減 豬 放電的時候氧氣在氧極 看一下剛才我們抄的氧氣在哪一極 陰極 O2變成H2O的時候氧化素是下降 那是還原 所以不是氧極 還原在陰極 最後一個 電解液是高濃度的氧氧化獎 沒錯 那這也是缺點之一 翻過來 講解C 電池的去數會有正確 A 乾電池是以氫為正極 亂講 A撇掉 輕鬆撇掉 B選項 碱性電池是以 電解液是以氫氧化假的 然後心極是氧極放出電子 氧極氧化放電子 沒錯 B打工 C選項 鮮蓄電池以氫為負極 二氧化氫為正極 硫氧為電解液 沒錯 C打工 鋪 鋁電池的電解液是氫氧化假的水溶液 聽他在唱歌 最後一個 來掉電池放電的時候 氫氣在氫極被還原 氧氣在氧極被氧化 反應生成水 來看一下對還是不對 可不可以選 氫氣做什麼事 H2變H2O 氧化還是還原 氧化 所以氫氣應該在氧極 氧氣應該在氫極 做還原 就直接講編導了 沒什麼了不起 好 所以 officially 我已經教完這邊 但是 獎益還需要補充一些東西 所以3之2可以考囉 各位觀眾 請回家念書 3之2教完 等於這學期教完 之後的東西 輕鬆又快樂 又愉快又happy 好 我要後面3之3 3段 3第3次段考 有難度的部分已經過了 好 剩下的時間就是垃圾時間 就可以把板凳派上來了 同樂會喔 好啊 下次一人一菜 1到5號負責帶乖乖 5香口味的 6到10號帶椰子口味 6到10號帶椰子口味 椰子口味 椰子口味 好 第8點 獎益第8點 電解水 後來下一節課開始 然後電腦教室上課 然後 我們來辦那個皮卡丘打台球 207杯賽 好強啊 然後抽籤抽種子跟外卡 然後一個一個打上 然後一人出10塊錢 去買一隻皮卡丘 當作冠軍的禮物 這樣 好不要亂想了 來吧 電解水 電解水先化現喔 以吸流酸或者是吸的氫氧化鈉幫助導電 強酸強檢幫助導電 以強酸強檢幫助導電 然後 然後以 墮性電極為電極 墮性電極 墮性電極講過了碳棒 石墨棒 或者是白金 所以電解水 我們在陰極跟陽極界有反應 那是什麼反應呢 我們都拿水來做吧 對不對 那分別會產生合走氣體 全反應式一樣喔 不成文的規定 最難得的老師來 好寫完了 簡單的給你半反應式 半反應式給你寫